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收市匯報 港股連跌第二天,今日再跌超過200點 失手250天線 恒指今早低開211點 之後跌幅曾經收窄到74點 不過午後跌幅持續擴大 臨近美市見過22,435點的全日最低位 收市跌283點,佈22,450點 成交有772億多 全個星期計恒指要跌683點 港股未試跌幅擴大 其中一個原因是騰訊在午後跌小加劇 收市跌了約4% 報501元 是今日跌幅第二大藍籌 我們看看焦點板塊今天的收市表現 巴赫萊上條聯想的目標價去到12元 說聯想收購IBM X86伺服器 為長遠的增長帶來正面影響 又能夠帶來協同效應 聯想組段曾經急升超過9% 見過11.28元 不過收市只是微升約1% 報10.44元 聯想亦是今日升幅最大的藍籌 有兩隻手機相關股 今日亦有不錯的升幅 浩派集團升超過7% 神訊科技亦升了約4% 賭業股仍未站得穩 今日繼續向下 金沙派發中期息 連同特別股息一共有1.64元 金沙股價午後的升幅一度擴大次超過3% 但收市要到跌 收市報59.75元 銀魚今日再跌超過2% 美高煤跌幅更加顯著 收市跌了約4% 辛豪博亞亦跌了近2% 看看焦點股份的收市表現 獲得阿里巴巴動用超過13億 入主的中信21世紀 今早伏牌之後已經急升了約5倍 之後見過5元的全日最高位 收市升幅收窄 不過都升了超過3倍 有3.7倍 收市報3.92元 多謝收看信網收市回報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